哈喽大家好 欢迎回到洛奇走遍美国 真的是久违了 今天请跟随我一起走进蒙大拿 这是最令人心持神往的州 被誉为大天空之乡 请允许我先把记忆拉回到2020年8月15日 那天有别于平时的颠簸和嘈杂 我是在极度平稳的状态中醒来 我感觉卡车熄火了很久 而我的队友迟迟未归 于是打开小窗向外查看 看到了一片绿衣盎然 起床穿衣 这一连串动作比平时多了几分迫切 因为我太想知道现在身处何地 外面景色如何 这种期待在我的卡车生涯里是首次出现 当我打开车门四下环顾 然后双脚站到地上 却出现了一种做梦的幻觉 碧蓝如洗的天空连着苍翠的山 把我和我的卡车衬托得格格不入 这就是蒙大拿给我的最初印象 可能因为这个州人口太稀少 导致人们对任何形式的拥挤都不习惯 所以连公路休息区的卫生间都是独立单间 有那么一瞬间 我误以为是在自己家的卫生间 单凭这一点再挑剔的游客 也会无话可说 如果像往常那样洗漱完毕 回到车里和队友交接换班 那么这一天就不可能被我铭记至今 作为卡车司机 漫长的旅途需要偶尔的惊喜 当我走向自己的卡车时 突然间隐约听见流水的声音 我断定附近一定有小溪 于是我掉头往回走 准备进行一场小规模探险 果然就在几步之遥 被小树从遮蔽的地方 我发现了一条清澈的小溪 当走近的时候 我能清晰感觉到空气瞬间变得凉爽 于是我又断定 这条小溪来自附近的山泉 也就是说 我面前的溪水 是纯净污染的山泉水 毫不夸张地讲 当我伸手触摸到透心凉的溪水时 我浑身抖了一下 这就是大自然的魔力 当下我没有任何犹豫 用手捧起山泉水 狂喝不止 我上一次喝到泉水 至少是二十年前 但是快乐的时光总是短暂 很快到了该上路的时间 回到车里 我兴奋地和队友描述山泉水的甘甜 他竟然提醒我 小心闹肚子 见笑了朋友们 回忆的闸门一旦打开 就很难关上 现在我把卡车开上了90号公路 时速60迈 不快不慢 且听我好好介绍蒙大拿州 蒙大拿面积是38万平方公里 比日本还略大一点 但是人口只有108万 人口密度极低 名副其实的人烟稀少 直观来讲 蒙大拿多山多水 这两个要素决定了这里景色一流 作为全美八大山地州之一 如果你去蒙大拿自驾游 开车别有趣味 但是如果你是卡车司机 开起来就 其实也别有风味 因为这里的山路比较缓和 没有太多陡坡和极弯 再说蒙大拿的水 境内有名字的河流小溪 就有数千条 没有名字的就更多了 还有三千个已命名的湖泊和水库 多水和缺水绝对是截然不同的景色 我住在南加州 对此深有体会 人为什么喜欢水 因为水是有灵性的 一个多水的地方 注定充满魅力 蒙大拿的自然生态太好了 联邦和州政府也特别的重视 所以管理着全州35%的土地 最近热播的美剧《黄石公园》里 有类似的情节 讲到蒙大拿本地人联合起来 阻止资本入侵 过度开发蒙大拿 资本认为蒙大拿拒绝进步 一心想活在过去 我却认为活在过去 没什么不好 所谓的进步到底是什么 是繁忙的机场 还是摩亭大楼 又有多少人真正需要这些 外界对蒙大拿有个刻板印象 就是白人至上和种族歧视 有数据显示 蒙大拿的人均仇恨团体数量 位居全美前十 我个人认为这个维度 没有太多的参考价值 蒙大拿的白人占比 确实非常高 高达89% 另外原住民的数量和占比 也很明显 因为这里有很多印第安保留地 再说蒙大拿的华人 虽然至今占比还是很低 但在历史上是不容忽视的存在 早在1870年 就有2000到300名中国劳工 在蒙大拿的矿区工作 蒙大拿的历史乏善可陈 原住民在这片广袤的土地上 生活了数千年 欧洲殖民者的到来 打破了原始的宁静 而1852年发现的金矿 吸引了大批淘金者引入 利益催生了冲突 主要是和原住民之间 对土地的中夺 甚至美国军队直接参与了 对印第安人的屠杀 跟着遭殃的是当地的野牛 当时的美国政府授权了 对野牛的大规模猎杀 目的是切断印第安人的主要事物来源 据估计1870年 蒙大拿境内约有1300万头野牛 而到了1884年 只剩下325头 光是这一件事 足以撕碎人类文明的折袖布 蒙大拿这样一个世外桃源般的地方 你很难想象他对战中的积极态度 早在一战期间 蒙大拿就有4万人参军 占当时全州人口的10% 到了二战期间 参军人数上升到5.7万 即便是在今天的和平时期 蒙大拿的退伍军人比例 依然居高不下 占重年人口的12% 位居全美第二 为什么蒙大拿人这么热衷于参军 有人认为是因为情乡僻壤的人 经不起政客的忽悠做了炮灰 有人认为当地就业机会少 参军可能会有不错的发展 也有人认为蒙大拿人民淳朴爱国 参军是最好的表达 我对以上三个观点都赞同 你怎么看 蒙大拿谈不上妇女 事实上收入还有点落后 家庭收入中位数是56,539美元 全美排名第40 人均收入是41,280美元 全美排名第37 收入虽然不高 好在税率也低 个人所得税率从1%到6.9%不懂 没有销售税 蒙大拿的产业比较单调 但是也不是大家想象中的只有序幕业 其实还有木材和矿物开发 啤酒酿造等等 当然无法忽视的是旅游业 疫情前的2018年 全年共有1220万游客光临蒙大拿 是当地人口的十倍 我猜这些游客至少有一半 去了黄石国家公园 人们只看到蒙大拿的美丽 却看不到蒙大拿的心碎 这个州的居民每10万人中 有26人自杀 自杀率位列美国第三 试问不心碎 怎么会选择自杀呢 其实高自杀率在人烟稀少的州 很常见 所谓好山好水好寂寞 其实并不是一句空话 因为人毕竟是软弱的 寡居孤独的生活 会放大这种软弱 让一些人最终走了极端 寂寞很难定义 我认为蒙大拿的寂寞 不光来自个体的心灵 还有社会的原因 就业市场的局限 福利机构的缺失 甚至集体生活的匮乏 都有可能把某些人推进寂寞的深渊 简单来说 人一旦无事可做 时间久了就会出问题 包括酗酒 吸毒 家暴 抑郁等等 再说那些游客 其中也不乏心碎的人 那些外表光鲜的宠宁人 职场失忆的 婚姻破裂的 生活无望的 开车狂奔在洲际公路上 就是他们放逐自己的唯一方式 美名其约旅行三星 说来也是奇怪 同一片景色 有人因此心碎 有人拿它治愈心碎 就像影片开头的我 看起来完全被蒙大拿的美景俘获 其实也吐着一丝忧伤 任何美好的东西 都是一面镜子 可以反射出丑陋的杂志 假如你的日常生活充满各种美好 眼前的小美好 就不可能打动你 一条小溪 让我高兴得像个孩子 说明我太久没有机会 亲近大自然 都是生活所迫啊 就不可能打包之后 就会没发现 - 把孩子从一边打化了 - 把孩子做出丝照 - 把孩子思想 - 把孩子做出丝照 - 个孩子述 - 把孩子做出丝照 - 把孩子们吃的 - 把孩子收拾熟 - 把孩子们吃掉 - 要 Cho住打丝照